你好 欢迎收看8月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复礼乡公所在88节这一天举行的父亲节庆祝活动 共有13村选出的模范父亲接受表扬 其中10排称的模范父亲临近发货的相代表 厂长陈荣聪表示说父亲为家庭在外打拼 支撑家庭的经济生活 子女平常就要孝顺父亲 体贴父亲一生的辛劳 复礼乡公所8月8号父亲节当天举行父亲节庆祝活动 总共有13村选出的模范父亲接受表扬 其中10排村模范父亲临近发获得复礼乡的代表 厂长陈荣聪表示 父亲为家庭在外打拼支撑家庭经济生活 子女平时就要孝顺父亲 体贴父亲一生的辛劳 那今年的疫情比较缓河一点 所以我们来做这个父亲节扩大的这个举办 那我们这一次呢总共有13位模范父亲 有一位失败村的离姓的这个模范父亲 代表我们副礼乡到县政务约授 千荣聪致辞的时候说 父亲成立家庭之后 一生为家庭在外打拼 支撑家庭的经济跟生活 流汗流血都无怨无悔 是家庭成员中最劳碌最辛苦的一位 希望作为子女的平时就要孝顺 体贴父亲一生辛劳 让父亲得到些许的安慰 记者高双双不理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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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